今天就發問了少爐 通過這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這個條例是最終有幾個要點 我想把幾個要點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條例裡邊 有很多管理處罰的條文 而當中重要的 第一個對這個汽車的老闆 汽車所有人 這個汽車所有人要最重要的是 要注意到自己的汽車呀 能夠保障安全 撤去不至於闖車禍 這個裡邊是個對於是煞車 以及這個這個方向盤 要特別靈活 不然呢處罰很多 處罰到三百元到六百元的營源發源 第二個就是關於汽車駕駛人 汽車駕駛人呢這個裡邊呢 將來對於標誌 標線號字 一定要遵守 必須要接受這個 警察的人民的指揮 是吧 否則也處罰 處罰重的時間 不但調扣牌照 調消牌照 必須要處罰 三百元到六百元的營源 那麼另外呀 就是關於這個行人 也有規定 行人呢 努力要在馬路上隨便跑 以及在馬路上 這個隨便窗密這個快水道 不走這個 不走這個行人窗密道 不走板馬線 這個 將來也是處罰 也要處罰 四百元到三十元的營源 另外在道路上呢 要防止這個阻礙 所以這個馬路啊 不能隨便堆放東西 也不能夠隨便的堆放東西 然後啊 同時啊 如果要是這個 要是公司私人 要挖這個地 要裝什麼管子 一定要在警方的遵循 如果要是規定的 馬上要修復的 不修復 也要受處罰 所以這個條例啊 是在都市裏面 任何國家 都市非常 都有一個統一的地方 而我們過去 只是 在這個公共法有幾條 在這個 維京法有幾條 但這個呢 都市實在的進步啊 不適合了 所以現在這個條例 實施以後 希望我們所有的 汽車所有人 駕駛人 同這個行人 通通能夠了解 通通一致的來遵守 以後啊 才可以 在都市裏面 有秩序的 可以這個保障安全 大家的安全